昨晚真的被谭剑刺这首桃花雪虐死了好吗 原来项柳唱的歌直接堵死了她和小妖的一切可能 明明是冷冽浆阳的旋律却处处拖着悲凉 宿命感真的太绝了 其实这首歌是长相思的前传《曾许诺》中 小妖的生父赤臣唱给心灵横的 黄小敏版的赤臣曾经也唱过这首歌 虽然歌词听着挺悲壮的 但其实这可是一首求爱的情歌 谭剑刺一开口我就哭了 这是项柳无法说出的爱 是项柳的绝命抛百呀 黎绒老伯喝醉后将红衣的项柳认成了赤臣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了解赤臣的故事 但是呢这个歌词配上这个转场 一声大将军真的给我刀麻了 尤其是谭剑刺这个红衣造型 看起来是那么英姿勃发 明明他是那样一个自由自在的人 也许可以和风龙他们一样 勇敢热力地追求自己所爱 可如今他的肩膀上却肩负着整个陈荣义军的使命 而且注定要走上死亡的结局 当年小妖一句 你不是可以入梦的人 他一直都记着 所以他想爱也不敢爱 甚至不能对心爱的人更好一点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会有这样的结局 甚至一开始 敌对项柳的人都开始同情他了 连夕燕王都不忍心看到他和小妖即将走上的结局 所以才会让苍璇去招降项柳 可项柳又怎么可能答应了 他和赤臣是那么相似 虽然在世人眼中他们是试杀成性的大魔头 可事实上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爱人 他们都做到了忠贞无二 赤臣为了报答陈荣王的恩情 与最爱的阿红在战场上相对 最后用生命救了他 项柳呢更是明知 陈荣一军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 但是为了异父 红江还是不肯放弃 因此只能推开小妖 默默看着他幸福 原本不能理解他的选择 但是听了黎荣老婆的话 突然就明白了项柳为什么会这么坚持 也释怀了他的坚持和他的结局 项柳比任何人都希望小妖能得到幸福 或许小妖能平平安安的和景相伴终老 就是项柳此生最想看到的画面吧 笑死咱们外爷第二季的主线任务 就是摁住发疯的苍玄吧 他看向苍玄时那个很铁不成钢的眼神 已经在前四集出现过无数次了 不是我说 外爷在第二季妥妥的拿了上帝视角 他知道苍玄对小妖的爱 明白项柳在小妖心中意味着什么 但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阻止从前的悲剧发生 因为外爷当年伤害了很多人 是个实打实的大渣男 第一季过年的时候 外爷像个孤寡老人 很心酸的和桌子对面的酒杯碰了碰杯 仿佛已经过去的妻子西林邪就坐在他最面 苍玄登机之后 外爷骄傲的换着阿邪的名字 他说 你看 拥有我们共同血脉的孙子多棒呀 像极乐思念王妻的痴情男人 但是 千万不要同情他啊 外爷当年是个穷小子 因为权势地位 抛弃了青梅竹马 童仪氏 转头就娶了四大世家之一的 西林大的大小姐 也就是苍玄的奶奶 结果登机之后 纳了童仪氏为妃 狠狠的伤害了阿邪不说 还放任童仪氏杀了阿邪的儿子 到最后 整个招云峰 死的只剩下 小妖和苍玄了 看了曾许诺这段前传之后 突然觉得 小妖当时怼外爷的那一段 怼得还不够狠啊 吃来的深情比草剑 外爷虽然是个杀法果断的好君王 但在感情上 他宠切灭气 对不起所有人 小妖的外婆阿邪 选择了苍玄一样的人 小妖的母亲 选择了项牛一样的人 他们的选择都是悲剧 所以呢 小妖走了一条和他们 完全不同的路 和井有了个好结局 但站在外爷的角度 其实是希望小妖和项牛在一起的 当年外爷知道阿恒和赤臣的私情之后 利用他们之间的感情 搞死了赤臣 导致陈戎灭国 如果赤臣不死 小妖也就不会受那么多苦了 他对不起阿恒和赤臣 所以呢 想弥补小妖 在小妖说出项牛的那一刻 外爷是真的想让苍玄 招降项牛 至少让他们不再站在对立面 就连浩灵王知晓防风被之后 也做了让步 让他入坠号灵 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取到小妖 只可惜项柳和小妖 生来就是反方向的两个人 外爷极力压制仓玄 又尽力的撮合项柳 但他的弥补对小妖来说毫无意义 我敢说 杨子绝对是内于 唯一一个赋予纸片人生命的女演员 从紧密到童年 再到现如今的小妖 每一个小说角色都让杨子眼活了 IPG的市场越热闹 吐槽选角的声音就越大 这些年被毁掉的经典小说太多太多了 有些角色影视化之后 甚至直接影响了原小说的热度 很多经典角色跌落神坛 相比之下 长相思的书粉吃的也太好了吧 没有比杨子更适合小妖了 而且不止仙侠剧 杨子的现代剧也是一绝 风靡了2019年一整个夏天的 亲爱的热爱的就是其中之一 正因为是亲妈选角 才更加肯定了杨子就是童年笨年 原著小说的篇幅很短 所以剧版的情节丰富了不少 但杨子的童年 丝毫没有让书粉感觉到出戏 紧密的演绎可以说是 内于仙侠剧里 教科书式的演技 在仙侠剧烂大街的那几年 香蜜的成功离不开 杨子的精彩演绎 很多人都说紧密是连杨子 本人都无法超越的经典古装角色 可长相思出现了 所有人都认为杨子不会再接古偶 也不会再演出经典了 但小妖的热度说明了一切 和解密比起来 小妖的经历要坎坷复杂的多 明明出身高贵 身上留着最尊贵的血脉 可被迫从小过着颠沛琉璃 人人追杀的日子 可即便如此 小妖仍然心存善意 守护家人 爱护朋友 她帮苍玄夺位 帮项刘保护陈荣老兵 因为她想让所有人都过得好 没有人规定大女主 就必须得是一心搞事业的大英雄吧 也不是所有的大女主 都必须断情绝爱 每个人的追求都不一样 就像苍玄更渴望获得权力 保护小妖 不再任人欺负 向刘想暴达义富红将 守护好陈荣君 景呢 想和小妖永远在一起 而小妖就想找一个 始终坚定站在她身后的人 相伴到老 他们都没有错 只是选择不同罢了 理想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小妖和她们的精神内核 都足够强大 所以才要不遗余力的 完成心中的所想 这样的角色 难道不是大女主吗 如果只有搞事业的 才叫大女主 那才是真正扭取了 大女主的定义